皇上想杀了允娥 是不想让允娥影响她的风评 但若真的这么做了 又担心自己会背负残害手足的骂名 又陷入了两难的阶段 甄嬛的这一建议不仅解决了皇上的难题 还回报了敦亲王附近昔日的恩情 其实这一方案本没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是从甄嬛的嘴里说出来的 且说出的方式也不合适 先前甄嬛也智慧过不少有关朝政的事 但多是引经据点 或以家事的方面入手 且在明确经过皇上同意后 才委婉地说的 之前虽未因此惹下什么麻烦 但已经是在甄政的边缘徘徊了 太后也叮嘱过甄嬛不要过多干预政事 但先前在反年事件中 皇上的纵容让甄嬛逐渐大意了 行为也逐渐失格 今日更是在毫无破电下就给皇上提了建议 皇上的燃眉之急是解了 但甄嬛也无异于是甄政了 错已经犯下了 但追不追究还是由皇上定夺 这个行为若放在之前 或许没太大的问题 皇上可能不会在意 但好巧不巧甄嬛倒在前朝 让人抓住了把柄 这妇女俩的行为都属于擦边球 追究不追究都在两可之间 但偏两件事同时发生 偏还涉及皇上的雷区 偏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 在如此情况下 甄嬛长久为自己埋下的雷终于要爆了 但这也是后话了 目前为止还算太平 这些事还未真正引起皇上的不满 不过可别忘了 皇上多一多思 殷勤不定 今天认为你这么做是对的 不代表以后也会这么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